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就是走在雲海的旁邊 好美 好美 現在是圓模的早上八點 然後我們已經在那個武嶺這邊的停車場 停好車跟整好裝 準備要帶Selene爬起來竹北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在想什麼嗎 因為昨天晚上在下雨 然後我就希望早上起來就繼續暴雨 然後我們就可以啊 算太好了 哇我超緊張的 我就是一直 而且我昨天晚上他們越近來 我覺得現在就是一個驚透的狀態 要爬三天兩夜的起來竹北 結果現在天氣超好的 我跟你講你上去之後就會值得 因為起來竹北也是我的二刷 我就一直帶Selene去一些我二刷的地方 真的很漂亮 他上次的起來竹北的照片都超級漂亮 我PO到現在還在PO去連起來竹北的照片 反正就是這次我們一個三天兩夜 一般拍兩天其實也OK 然後三天就是Chill Chill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拍個片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準備去玩 結束陡上之後來到天堂的感覺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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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喔 就到了 我們最後一段不好走欸 Oh my god 我的天哪 哇 南線上面的日出 而且我們真的 附在帳篷裡面就看到了 認真 好我們現在已經在奇萊登山口了 還要介紹一下大家 這是圓塘混來的圓塘跟James 嗨 他們已經出現過很多次的感覺 都介紹了 他們這次也會拍影片 所以大家看完我們的可以去看他們的 然後這是 全台北最美獸衣 魏麗 你幹嘛那麼害羞啊 你幹嘛那麼害羞 你幹嘛那麼害羞 蛤 你是說真的這是你第幾座百月 我要爬到第30座百月了 你真的很帥 這個是 溫蒂跟小馬 我脫到衣服 沒關係 脫衣服也很帥 這個是上次那個 在我們 淘寶裝備裡面 那隻一直坐在我腿上的 Puppy的狗狗的主人 Puppy狗狗的主人 我們比較想要看Puppy Puppy就是 起來北風嗎 我考慮一下 你就直接負他幾公斤 不到一公斤 對啊 你就把他綁在這 你就把他綁在這 我們帶他上去 可能就不會帶他下來 好過分的主人 我們不要再延遲了 趕快出發吧 OK 出發出發 小奇萊快到了嗎 請問 好 高官你下就到了 謝謝囉 謝謝你善意的謊言 我們現在到1.4K 就是大眾路線的那個小奇萊 就是大家就可以 如果你不爬百願 你只想看到前面這段很漂亮的景的話 你其實走到這邊就可以 就可以一點小包包來野餐 我覺得也很棒 等一下就想要往這一條 非常漂亮的路走 然後就一直走走到這個後面 我們會到這邊摘影 然後這個就是奇萊主峰 然後再回程 然後再往奇萊背峰 好 我們來這裡拍點照 再繼續往前走 就小奇萊後面沒有在往上的啊 所以我們要走2公里的這個抖上回家 然後剛剛每個人上來臉都超醜 真的 你等一下說你好還有女人 我上次問一個攝影師 她叫許許 我問她說 通常如果上山只能帶一顆鏡頭 你會帶哪一顆 她就說 我要先看一下那趟有哪個妹子 所以我們現在要問James說 她今天帶了什麼鏡頭 太過分了 我這次有帶定焦 耶~~~ 我怕被扁 為什麼通常拍正妹就是要用定焦 請問 因為如果是用定焦鏡的話 她光圈通常比較大 可以把背景跟主體隔離出來 那就可以更focus在這個妹身上 那她本來就很漂亮之後 她本來就很漂亮 然後她又被focus住 然後後面又有柔柔的虛化 那就會成為一個很棒的作品 這個鏡頭我通常就是手機 然後就是什麼都不帶 然後有時候還會說什麼 欸你開車我不想開了 我鄭重聲明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真的不代表 不是我們兩個講的喔 前面這裡有很像我們 可以繼續吃嗎 自私的 這個 關於我們法世界 她剛剛一見到我們就說 不只是女行 哇 這可以耶 這真的是鐵粉 仙女 仙女 什麼 什麼 她幫我上那個仙女光 她說仙女駕駛 女神拜拜 可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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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原本覺得有一點喘 然後現在又突然 精神百倍你知道嗎 人就會需要一些讚美啦 哈哈 歡迎大家在線上讚美我們 我們就會活力滿點 現在我們快到成功山屋了 第一名到山屋 我們兩個現在一人都 身上又多加了三公尺 幹我現在大概被二十了吧 大概已經十七十八了 但是 為了後面 的水源 快登山影片真的好辛苦喔 這到底會不會是我們倆 最後一次登山影片呢 好辛苦喔 五 一 開 聽說看到這個牌子 就是知道 惡夢要開始了 沒錯因為我們的路在對面 馬上就看到是 那種很狗的碎石 這裡 還有要拉伸的地方 好 好 身為驚痛的人 我真是一步都不想再走了 好可憐 看到這裡我真的覺得 我是想揮我的床 我愛我的電熱毯 好煩喔 好煩喔 你行不行啊 好痛苦喔 真的 真的快到了 大家看這一集會不會覺得我爬山很爛啊 沒有 真的是被太重跟月經來 剛剛原本想說剩下六百公尺了 結果每一百公尺都很像走了一公里的感覺 這個六百不是你認知你的六百 六百像六公里一樣 對 對 永遠超過 莫名其妙 哇 前面是什麼災難啊 整片大霧 OK 我們的路在這裡 現在前面有點鮮了耶 哇 好美喔 我要拿相機 好美喔 現在後面超美的 已經快要變成夕陽的顏色了 然後煙霧繞繞 登山的人的感動真的很簡單 好感動喔 而且就是你走出來就會突然忘記前面很累 因為很美 真的要哭了耶 因為今天今天真的太不舒服了 然後走上來覺得終於要到了 就覺得好感人 怎麼還沒有到山頂就這樣 我們應該是真的快到了吧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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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左右兩邊都是雲海 左邊那邊是非常平靜 很像一個毯子的感覺 很像一片海 然後右邊就是那種毛茸茸的 很像一坨一坨的棉花 而且是夕陽景 我要告訴大家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耶 我們剛剛在以一趴茲茲 茲茲 我們剛剛以一趴茲茲 降落在我們面前 值得 Jim真的太厲害了 他太敢飛 然後他剛剛整個一直把空飛機穿進雲裡面 然後再出來 你知道剛剛剩下幾秒嗎 0.04秒 剛剛剩下0.04秒 他就會直接掉下去 掉到我們面前 好啦Jim真的空飛真的很厲害 今天晚上的營地 我們包柴 躺了這個冷心的營地 但是因為太冷了 所以我們決定 大家都在自己的潛艇煮飯 對 我覺得這樣還蠻溫馨的 今天晚上直接在帳篷裡面吃 意大利麵 我覺得在帳篷裡面吃飯很溫暖很棒 我以後都沒有在外面吃飯了 我以後就是要在我的潛艇煮飯 現在是來色騎人節的晚上 對 然後為了一個圓堂 準備了金山巧克力給一人一個 好浪漫喔 而且我覺得現在超溫馨的 我們現在七個人在這個 三人宅裡面 然後裡面還有網美燈泡 對 這是我必備的東西 我在騎來竹北上面 跟山人們一起過騎人節 來來來 超浪漫喔 耶 新年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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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早上四點 然後我們現在要出發去北風 看日出 然後甚至然因為 還有一點不舒服他 所以他會留在帳篷裡面休息 下一幕就是日出了 希望適合每日出 OK 現在都還沒有登頂 後面已經這麼漂亮了 你早上其實會覺得很痛苦 就是啊 還是 還是說睡晚一點 可是 你越走 越走越多就會覺得 剛剛起床是值得的 然後你剛剛出發的時候 手腳冷的發抖 失去知覺 都是值得的 天啊 好美 好美 我們趕在夜宿上來了 趕上了 在這裡 好美 這真的超扯 我們現在在 奇萊祖峰這邊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現在正式成為 可以上到三千五 可以下到三十五里的人了 現在 出太陽之後 看到我們剛剛從那邊 一路走過來 原來這麼漂亮 我們回到我們的營地了 Cynthia 你化好妝了嗎 我化好啦 比較亮嗎 超美 兩個是取水大隊 我休息夠了 我可以去取水了 我跟Seline就是一個完美分配 就是她負責去拍祖峰日出 然後我負責去拍取水點 至於我呢 好像全部都包辦 這個路我之前有去過 是蠻陡的 對我聽說很陡 有像小溪小蜜蜜的感覺 這個就是門線上 看一下裡面怎麼樣 為什麼山上門門都這麼難開啊 大概其實很小欸 真的是四個人吧 這一間 去山頭 OK GOGO 原堂說到了 我們才走八分鐘 但是我們真的是有跑的 大家不要探控我們的時間 乾淨清澈的溪水 哎唷我好喜歡這個溪谷喔 這個溪谷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那邊就是好多聖誕樹 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一點半要出發去 騎來北風了 登山水水真的很敬業 你剛剛還卸妝在補妝 蛤你卸妝在補妝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帽子戴起來 真的很佩服登山水水耶 我們現在就是要走這邊上去 你說北風比主風厲害嗎 我超愛北風 超愛 現在主風已經整個烏雲密布了 但是我們要往晴天的方向前進 Celine我們要開始面對無情的陡上了 而且是那種你一失足就會 就白啦 沒錯 超愛的陡上 超愛的陡上 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Cynthia一直說北風的金色真的很奇 沒有 它是現在很像那種中國那種裸露的岩壁 然後過去又是草原 然後過去又是草原 經歷了一段很險峻的島塌 對 我覺得蠻可怕的 而且是蠻多碎石的 我看到奇萊北風的牌子了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我覺得這山頂很適合擁抱一下 啊 我們後面 是 奇萊北風的景色 我們現在就是被山越跟雲海包圍 可是我們這城坊跟這一面跟那一面 全部都是雲海 我們這山水水也太美了吧 欸換你脫了 一起來 好啊 可惡 我原本以為你會拒絕 結果 結果 結果我居然被邀請了 啊怕你喔 來啊來脫啊 快點快點 剩下一個 剩下一個嗎 剩下一個嗎 天啊 天啊 實在是太美了 但是我們現在等下山了 給大家看一下下山的路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們還這樣子一路走回去 現在 其實山頂到了越接近傍晚 真的越來越漂亮 然後我們剛剛直接拍過在上面 狂拍這樣 然後狂飛澎拍 然後拍到我們真的覺得不能 不行不行 就是五點了 然後真的趕快得奔下山 因為 我先不要走好 因為這段路就是 真的是比較滑 就是 比較多碎石 所以 天黑走其實蠻危險的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就是在 趕快趕路了 那邊是有點霧氣繞繞的感覺 好 我們兩個現在就是躲在帳篷裡面 很不容易出去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在日出的第一排 我們拉開帳篷就可以看到 然後 紅紅的日出 就是真正要闖山 跑上面 跑出來 跑出來 好遠遠一點點 就是 紮在人心上面的好處 真的是每天出去 都在水路跟星星 看那個水路有點可怕了 他離我超近 然後我眼睛又亮亮的 遠遠的時候很可愛 然後當他走進的時候 他就覺得 哇太大街了 而且他沒有要讓開的意思耶 他就不怕遠 走進去尿尿的時候 就說欸你要不要見過 欸 出來了 出來了 哇 南線上面的日出 都在帳篷裡面就看到了 認真的是海 那個日出第一排耶 哇 好美 你們趕快拉開帳篷看 站不開 日出 不定你們看不到日出喔 你們好QQ喔 你們要出來喔 我們好爽 我們還在睡袋裡面 真的耶 我們還在 我們還在睡袋裡面看日出 超小的 一直在睡袋裡面看 就是用在床上看日出 一樣的耶 跟你說 大家早一點來搶影帝啊 就是要紮在這個位置 而且 這次我就是完完整整的看了 兩顆夕陽跟兩顆日出 嗯 好完美喔 我覺得這樣才是太完美了 好 那我們剛剛看完很美很美的日出之外 因為今天第三天行程比較爽 我們就是化個妝 收個東西就可以下山了 嗯 然後我們想要在下山之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像騎來竹北這種曝曬程度 非常高的擺 因為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曬 所以在上山之前 Centia就是千叮鈴萬祖父這個 我從來沒有在擦防曬 然後我想說黑就黑呀的人 他就跟我說 一幫擦防曬 我就想說蛤 爬上穿那麼多幹嘛擦防曬啊 因為我人生第一次在擺月賽上 就是在騎來竹北 我去年在騎來竹北的時候 整個大曬上 因為我那時候是戴髮袋 我不是他剛剛很常戴髮袋嗎 那是戴髮袋 然後直接曬出一個髮袋痕 因為這次的路線都是在冷線上 對 一直曬一直曬 那這裡有三張 我從來沒有看過人家手機曬上 這一條 因為拿登山障 然後太陽就這樣一直打 一直打 然後我整個這邊全部都紅到爆 然後就覺得哇 千萬原來曬上可以這麼嚴重 而且不是只有我 我們那個整團 全部都曬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我跟我那一群朋友趴白 因為我們都一定會擦防曬 就算是連男生都會擦防曬 但你不覺得擦防曬很黏很煩嗎 我是因為這樣 我才超討厭擦防曬的 所以我才曬上了 因為 我就想說 趴上去一直流汗 所以我就之前一直很抗拒擦防曬 這件事情 對 然後所以現在就是會挑 就是質地要清爽 但是防曬係數就要 一定要有高的 對 然後我們這陣子 都一直在試用這一瓶 愛福美的三秒乾 三秒乾 可以到嗎 可以到嗎 可惡 有有有有 你有嗎 太棒了 我也可以變成王妹了 不會到王妹 三秒乾 欸 我覺得他真的 但是感到這個名字真的很有種 他牌子上面直接寫 Instant Dry 他的意思就是說呢 你擦上去三秒之後就可以吸收 那你沒有感覺上面擦東西耶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直接來試用 擦在臉上給大家 好 然後我也沒有要刻意塗很少喔 我要用一般防曬的用量 正常的防曬 正常的防曬用量 擦起來滿乾 滿清爽的耶 他很好推開 對他不會像有一些那種 技術方式很高的就會很難推開 然後黏黏的 而且我覺得擦起來是有乳液感的 就是很像在擦乳液 有一點滋潤的感覺 比一般的防曬更有水分 我覺得 好 看一下臉 我們看起來超怪 乾爽乾爽 對我覺得是乾爽的 但好像沒有到 就是感覺像完全沒有擦東西 那麼誇張 對我覺得品牌會不會殺了我們 我覺得沒有到三秒乾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在我屁股上面的感受 比較像是擦了一層 就是有水分 然後有滋潤度的淋液 然後就是對後續上去上 可能也會比較有幫助 是乾爽了又很有水分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他 就沒有白白的一層我覺得還滿好的 而且他其實是有防水效果 像我們爬山如果一直流汗的話 也比較不會掉的 我們覺得防水是說 像我們這樣子爬山會流汗 他不會因為就是流汗 然後就把防曬就是流掉 或是有那種斑補的感覺 對我們這幾天就是爬 也都是擦這一片 也都沒有那種感覺 對 但是雖然說是有擦防曬 我們還是有戴帽子啦 對 不然還是會很容易會曬傷 反正其實他除了單床之外 他可以同時組個紫外線 而且他其實有添加一個燕麥新葉萃取 算是幫我們的皮膚加一個保護品障 反正他就有兩種可以控油的成分 對所以他是講說他不會油膩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直接拿一張衛生紙來實測一下 欸吸不到油 而且我們壓得很用力喔 沒有油 沒有油 真的很乾爽 好最後就是呢他其實是海洋友善的 所以你在都市爬山或是海邊 不是海流都是可以使用的 對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使用它 對然後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上這種百月高山 冷氣很多曝曬很多的地方一定要做主防曬 好那我們準備收一收下山了 拜拜 拜拜 我們等一下要往前走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得到 那一塊就是我們的終點 出口滑雪山狀就在那個位置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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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遙遠 我們要離開這個很漂亮很漂亮的 起來珠北冷線了 對 現在要面對無情的下坡 無情的回程 你在裝可愛是什麼 對 給你說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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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愛嗎 她是問自己她很可愛 請大家去follow她 可以吧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好呢 對 我是小馬 我現在看到我們真的要走到那裡 我現在也看到我們的出口 我到那裡我現在已經有點說不太出話了 對 然後真的要謝謝山神 就是給我們這麼完美的天氣 兩顆日出兩顆夕陽 太完美 但是大家記得來這邊一定要 要做好房子那些的 因為這邊甜甜不容易 對 好那最後就是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like 那如果不想要錯過我們的 outdoor生活的話 一定要訂閱開鈴鐺 然後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拍這段影片真的超辛苦的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分享到你的IG 然後可以tag我們 好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頭太低了 那個各位攝影師 請問可以出發了嗎 這也太漂亮了 我們現在直接帶小奇來上面拍爆 然後我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 我傻眼欸